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由于古代的墓葬文化十分发达 古人在自己临终前总会在墓中 存放自己生前最喜爱的奇珍异宝 这种后葬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延续 尽管古人认为墓中存放各种宝贝 能够反映自己生前的崇高地位 但是这种行为无意中催生了盗墓行业诞生 盗墓贼疯狂的盗宝行为 让古代的墓葬遭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 国家一方面积极打击盗墓贼的盗宝行为 另一方面积极组织考古专家 对全国各地的珍贵墓葬进行保护性发掘 然而在接下来的考古过程中却发生诡异一幕 湖南考古专家在长沙旺城县村民的帮助下 发现一座被盗墓贼毁坏的特级墓葬 令专家感到好奇的是墓中最值钱的宝物一个没丢 时间回到2005年 在湖南长沙的汪城县 当地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积极运行施工建设 其中在一处建设工地上 一组施工队的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 挖出了众多青绿色的墓砖 这一群人发现立即引来周围工人的围观 负责人为了保护墓葬的文物 紧急联系湖南文物局 专家听到工人发现墓葬的消息后 火速来到现场 本以为能够挖到众多宝物 当他们经过细致勘测后 墓葬表面出现的几个巨大盗洞 让专家十分失望 失望的专家立即对墓葬进行整理 当他们进入主墓事后 墓中的景象却让他们陷入狂喜 原来尽管墓葬上存在大量盗洞 但是墓中最珍贵的宝物却一个没丢 只见主墓是附近存放着大量的金饼 还有数不尽的金银器物 专家心想 盗墓却留下这些宝物 那么他们盗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们随后对墓葬展开细致调查 经过对墓中墓志明的研究 专家断定 墓主人为西汉长沙的一个诸侯 面对盗墓贼留下宝物的诡异行为 专家给出合理解释 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金饼上 这些金饼上的符号表明 只有诸侯才能拥有这些金饼 其他人随意贩卖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世人会问 他们可以融掉铸成金饼 然而当时的金饼由官府统一管理 私自融住同样是大罪 于是盗墓贼留下宝物的谜团就此揭开 专家的权威集的都倒是人幸福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